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 这α等于负的7分之46π 这α的最小正统界角为下列哪一个答案 那么首先呢 这个46去除以7是6点多 所以呢 这个α是等于负的6点多π 那么负的6点多π呢 我们要使它辨证 必须要加上这2π的4倍 也就加上8π 这样才可以使啊 这角度变成正的 而且是介于0和2π之间 因此呢 这个α的最小正统界角为-7分之46π 再加8π 那么8π呢是7分之56π 我们写到前面来 好 那么加上负的7分之46π 就是去减7分之46π 所以呢 这相减的结果呢 是等于7分之10π 这个答案 因此呢 α的最小正统界角为-7分之10π 我们这里的答案要选D 这一个答案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